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3日 我看到司马兰做了一期视频节目 评论韩国总统尹熙悦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 在演讲中尹熙悦提到了长津湖战役 赞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战役的英勇表现 这个让司马兰很不板 评论说尹熙悦拍马屁无耻 美军修延长津湖 意思是说美军在长津湖战役损失惨重 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谈长津湖战役 尹熙悦反得拿长津湖战役来拍美军的马屁 这未免太无耻了吧 实际上司马兰的说法完全是以事实不符 美军不仅不修延长津湖战役 反而是大谈特谈长津湖战役 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出过一套书 是他们在朝鲜战争的战史 其中有一本 就是专门讲长津湖战役的 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把它翻看过一遍的 此外 美国至少出过十几本的书 都是关于长津湖战役的 这里面呢 有的是美国历史学家 介绍分析研究长津湖战役的专注 有的是那些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官兵 对这次战役的回忆 甚至呢 有一本书 是专门讲 在长津湖战役打完了之后 陆战医师撤退 有九万多名的朝鲜难民 就跟着走 然后呢 一直走到了新南港 坐船 从那里呢 撤退 到了南方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 除了书 还有影像作品 美国至少出版过两部纪录片 都是在讲长津湖战役的 美军 那对长津湖战役 是大肆表彰的 颁发过多达十七枚荣誉新章 这个呢 是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新章最多的一次战役 美军 美军还建了两个纪念碑 来纪念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官兵 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官兵 专门有一个名称的 叫做长津湖少数 意思呢 那就是属于那种出类拔萃的幸存者 那这两个纪念碑 就是纪念长津湖少数 其中呢 有一个纪念碑 是建在我们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基地 圣地亚哥有很大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在这里的 另外一个纪念碑呢 是在海军陆战队的博物馆 所以美军是绝对不修严长津湖的 反而呢 是中国军队很长时间是修严长津湖的 所以以前大家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长津湖这事 对长津湖绝对没有美国人更了解 那长津湖在美国是朝鲜战争中 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次战役 但是呢 你在中国以前呢 根本就没有人谈的 就是因为呢 中国军队是修严长津湖的 而是直到进入了新时代 才发现 我可以通过伪造历史 通过湖边乱造 来转败为胜 那才开始呢 大谈 特谈 宣传 长津湖 司马兰在说美军修严长津湖的时候呢 应该是没有做过任何的调查的 想当然的 这么随口一说 那实际上 司马兰在评论美国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啊 就都是想当然的 因为他对美国是很不了解的 但是呢 又喜欢评论美国 那就只好靠想当然的来发表评论了 但是发表想当然的评论 却又说的那么的肯定 这个呢 是因为用中国的思维 中国的逻辑来看待美国的问题 觉得呢 哦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 就会是怎么样的 那么呢 美国肯定也是这样的 没想到的是人家美国的思维 美国的逻辑 跟中国的思维 中国的逻辑 会有不一样的 中国的思维 中国的逻辑 那就认为说 哦 不管怎么样 在长津湖战役 美军打完了之后 就撤退了 而撤退呢 就是失败 败军呢 不可言勇 所以呢 美军肯定是修延长津湖的 但是呢 美国的思维不是这样的 撤退并不意味着失败 中国认为撤退就是失败 所以在翻译美国人 关于长津湖的说法的时候 就有意无意的进行了改动 人家说 长津湖是一次大撤退 被翻译成了中文 就成了长津湖战役 是一次大败退 硬给人家塞进了一个败进去 撤退当然了 有可能是败退 但是也有可能是成功的顺利的撤退 如果发现自己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且呢 敌人的兵力是好几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成功的突围 成建制的 以较少的代价撤退 而且呢 把伤员 把武器都带走了 甚至呢 把难民也都带走了 那么这样的撤退 就算不上是失败 反而呢 是成功 长津湖战役 对美军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次成功的撤退 所以长津湖战役 一直呢 是被美军当作是顺利成功的突围撤退的 一个经典的战役 是大坛特坛的 再退一步说吧 即使是失败 也并不会说就要休坛的 这个也是中国人的思维 报喜不报忧 觉得去谈失败的战斗呢 是很丢脸的 所以就不谈 那不对的 即使是失败的战斗 失败的战争 那也应该谈的 甚至可以说更应该谈的 因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 那比如说越南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 可以说是失败的 打的是很不好的 甚至呢 在战争中美军还发生了战争罪行 反人类的罪行 但是呢 美军对于越南战争 并不是说休以谈的 而是大坛特坛的 出过很多的书 拍过很多的电影 电视 那比朝鲜战争 谈的更多的 而且呢 即使是失败的战争 在战争中也会有战士的 这种英勇表现 英雄事迹 可以大坛特坛的 在战争的那种残酷的环境下 会把人性的光辉 激发出来的 会涌现出很多的英雄事迹的 那么当然是可以大坛特坛的 在长津湖战役中 美军就涌现出了不少的英雄事迹 所以呢 颁发了很多的荣誉勋章 而且呢 这些英雄事迹 是比较可信的 不像中国军队编造的 那些英雄事迹 什么杨根斯啊 什么兵雕连啊 那种都经不起推敲的 正因为美军 并不修研长津湖 反而呢 是大坛特坛长津湖 才留下了很多 关于长津湖战役的 一手的史料 让我们对那次的战役 有更全面 更深入 更详细的了解 否则的话就只能听中国军队的一面之词了 只能听他的宣传 听他的湖边乱造了 那有人就说了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美军的说法 不相信中国军队的说法呢 这个呢 我并不是说美军的说法就一定都是真实可信的 只不过呢 我们如果把美军的说法和中国军队的说法放在一起做对比的话 会觉得美军的说法是更可信的 是相对而言的 为什么呢 这第一 朝鲜战争的资料已经过了解密期了 所以美国当时的档案文件 一手的材料 现在呢 都公开了 每个人都可以去要来看了 但是呢 中国那就不一样了 理论上应该也已经过了解密期了 但是呢 在朝鲜战争的那些档案 那些一手的资料 你看得到吗 你想去要 要得来吗 你能够看到的 也只是人家想让你看的 能让你看的东西 甚至呢 很多关于 朝鲜战争时期 中国方面的材料 是必须绕道 到俄国去 才能看到的 因为 苏联解体了之后 关于 朝鲜战争的 那些资料 档案 就解密了 里面呢 里面呢 就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材料的 那个 你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只能到俄国去 才能够看到的 第二呢 美国是有邪术自由的 有言论自由的 很多的历史学家 都在研究 朝鲜战争 很多的 参加过 朝鲜战争的官兵 也都在 回忆 朝鲜战争 而且呢 他们是有自由的 是 可以跟 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 唱反调的 是可以指出 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的 不实支持的 不会说 因此 就遭到打压 被封口 被禁言 被抓起来的 是不会的 人家是有言论自由 邪术自由的 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 邪术自由的 你关于朝鲜战争的 说法 关于 长津湖战役的 说法 你只能呢 是 根据 官方的 口径来的 是 不能跟他们 唱反调的 官方 宣传的 那些 英雄 烈士的 事迹 哪怕 编造的 再荒唐 再 漏洞百出 你也只能 接受的 也只能跟着宣传的 是不能去 质疑的 谁 敢 去跟 官方 唱反调 有不同的 说法 谁敢 去质疑 官方的 宣传 那就是 侮辱 英雄 烈士了 被封口 被禁言 那还算是 小的 搞不好 就把你给 抓起来的 所以 在双方 有不同 说法的时候 应该 相信 哪一方 当然 应该 相信 资料 公开的 那一方 相信 有学术 自由 有言论 自由 的 那一方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 再见 下期